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周習偉從台北館的管長 他今天說 他說國民黨裡面 有一些大頭 輔選不利 另外是 很多立法委員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保持跟馬英九的距離 他覺得這些人 這個非常不應該 那麼 另外是如果說 這個新北市 只贏蔡英文12、3萬 那是投降主義 就是表示這樣輸了 新北市一定要贏 25萬票以上 今天我們要來解讀 她的話 為什麼 立法委員會跟馬英九 保持距離 為什麼黨內的要角 不努力胡選 連勝文 他今天也說他對 這個選情感覺 是非常的憂心 他認為非常危急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看法 今天也要來討論 那麼在桃竹苗 這個民進黨說 現在不是決戰中台灣 是把他移到桃竹苗 桃竹苗希望能夠 比上次陳水扁 在2004年的時候 這個輸26萬票 還要少一點 如果是這樣 那麼極有可能就能勝選 所以今天 除了很多的新聞 要跟大家報告之外 那麼選情 也要來跟大家 這個做解讀 TPPS最新的這個民調 蔡英文大輸給馬英九 輸了9% 輸了70萬票 推估之後 那麼但是呢 雅虎的民調 跟未來試驗交易所的民調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民調 都是蔡英文贏 所以到底誰會準 今天呢 我們要來這個做分析 趕快來介紹來賓 蝶武儀是前時報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動 郭隆兄你好 鳳一好 台灣 好 另外呢是前國策顧問 那麼也是前嘉義市的副市長 這一次呢 在嘉義市要選立法委員 代表民進黨是李俊毅李委員 李委員你好 鳳一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呢是民進黨台南市議員 王定宇王議員 王議員你好 鳳一大哥大家好 另外是東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另外是政治記者 鍾連華 你好 鳳一哥不用錢 大家好 以及台北大學工行系的副教授 侯漢軍 侯老師 你好 鳳一好 大家好 好 那麼 這一次為什麼是決戰陶竹苗 最主要是 當然馬總統政績不好 另外一個是 蔡英文比較能夠被接受 同時她說她也是客家人 那不只是這樣 今年的變數還有宋楚瑜 因為宋楚瑜在客家票 應該也有一些斬獲 所以今年變數特別的大 那麼 蔡英文在昨天 這是昨天的代指 她昨天啊 這個在客家地區 宣示了她的客家政策 來 我們來看VCR 客家女兒出頭天 蔡英文這檔廣告強力放送 場景從竹東早市 拉到苗栗鄉下社區 小英姐妹會道頂讚蝦 蔡英文系上象徵客家文化的 童花領巾 客家妹帶頭出征 但不刻意講客家話 我們很多的客家的老人家 他們毫不在意我的客家話 講得結結巴巴 他們對我就像對自己的女兒一樣 拉著我的手告訴我說 一定要努力 因為我們客家女兒要出頭天 蔡英文特地圍了一條粉紅色花布 大談客家政策 許一個羅曼蒂克的未來 破壞下一個階段 我們的願景 那就是客家浪漫大道 我們都知道 德國南部也有一條羅曼蒂克大道 羅曼蒂克大道的行銷和經營 保證著德國南部濃厚的 在地人文風味 以及旅遊的美景 施法歐洲 德國 蔡英文端出牛肉 收服選民的心 客家族群不再是藍營鐵票倉 前總統府秘書長葉菊蘭全程陪同 還不時在台下和蔡英文交頭接耳當翻譯官 不過蔡英文對自己客家話聽力 可是相當有信心 有些客家話我聽得比較懂 因為它比較國語化 那有一些比較不國語化的話 那對我來講就比較吃力 不過大致應該都可以聽得懂 從服裝到談吐一一講究 蔡英文努力搶攻客家大餅 好 那麼這個是今天中國時報寫的 我把它放大 那麼綠營的操盤人士說 目前決戰中台灣 其實已經向北往陶竹苗推進 那蔡英文的操盤人士說 2004年連任成功的陳水扁 在陶竹苗輸給對手26萬票 那麼這一次蔡英文 他們認為能夠大幅縮小票數的落差 同時只要撐住北部小蘇 勝選就有望 那這一次還包括宋楚瑜 擔任省長 客家族群普遍 對宋楚瑜抱持良好印象 民進黨評估 只要宋楚瑜在陶竹苗 開出不錯的票數 馬英九的選情勢必會受到衝擊 民進黨副秘書長洪耀福是說 苗栗以北的地區 民進黨雖然佔劣勢 但是這次大選的落後幅度 必定會縮小 尤其去年蔡英文曾參選新北市長 在當地有一定的基礎 得票呢 可望比2004年的陳水扁要多 那北部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的是 2004年陳水扁在陶竹苗 是輸26萬票 那麼這是在上一次的五都 跟三合一縣市長選舉 在桃園鄭文燦是輸5萬票左右 新竹市呢 這個 他們的是 國民黨是贏2萬多票 贏2萬多票 2萬4左右 2萬4 新竹縣呢 是贏2萬票 可是這不準 因為他有三個人 對 這個還要加上 邱靖淳之外 還要再加上一個叫做 張碧琴 張碧琴 張碧琴的票全部都是懶的 我認為 對 所以呢 這裡有7萬6千票左右 好 另外苗栗縣呢 劉正宏當時是大贏 楊長正 應該是贏多少 應該是贏8萬5千票左右 8萬5、6千票 對 那也就是說 總共把它加起來 如果加上張碧琴的7萬1千票 那麼就會是 24 25萬票 剛好25萬票 也就是說 陳水扁在桃竹苗 2004年輸26萬 三合一的時候 民進黨在這邊是輸25萬 那我先請教一下林芳 林芳你是 這個苗栗人嘛 你也是客家人 那你估這一次 這個民進黨狀況怎麼樣 其實洪瑜你這樣子 給我們看就很清楚 兩千控制年阿扁 客家票已經算得最好 民進黨優秀來盡榜的 輸25萬票 是 三合一選舉 也是差不多一半 輸25萬票 對 所以25萬票 桃竹苗 對於民進黨來說 它是一個門檻 它是一個門檻 但是我認為這次 有機會可以跨過這個門檻 大概不出兩個原因 第一 原因是宋楚瑜的因素 宋楚瑜在桃竹苗 可以拿多少票 會影響到蔡英文 大概會輸馬英九多少票 目前目前我看起來 宋楚瑜在桃竹苗 拿的票應該不會少 應該不會少 所以 但是這個是超支在別人手上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對不起 不會少 是多少有辦法 比較具體的講 這樣估恐怕很難估 如果 我在 初估 如果宋楚瑜在桃竹苗 可以拿大概 超過到15萬票的話 如果拿15萬票 有這麼多嗎 桃竹苗 桃竹苗 如果他可以拿15萬票 那蔡英文應該就不會輸馬英九太多 因為這15萬票 大概 大多數是都為馬英九來的 是 這是他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 蔡英文本身具有客家血統 因為爸爸是客家人 所以他是百分之百有客家血統的人 另外一個就是 他這次說 是這句口號 我說過 他跟某州總統 這句話在客家地區 其實引起非常大的回響 因為台灣有優勢以來 台灣優勢以來 將來不怕有一個有客家血緣的人 去選總統 去選總統 這個是宋楚瑜還是馬英九 可能他們兩個客家話 講的都比蔡英文好 但是血緣這個東西 你是沒有辦法去變更的 因為宋楚瑜跟馬英九 兩個人都沒有這個血緣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一層血緣的關係 可能有機會讓蔡英文這次 在桃竹苗可以減輸 我是希望蔡英文設下來的目標 這次在桃竹苗 看能夠減輸到存在大概十七八萬票左右 十七八萬票 就是比上一次二十五萬票 再增加個大概七萬票左右 其實七萬票看起來很多 你算上一個現實的關係 兩萬幾票 其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而且而且你不要 你要記 這次是有立委替他課 因為苗栗有立委 對 新竹游立委 桃園好幾個立委 大家都在選舉 是有立委替他做會尬 如果蔡英文能夠在桃竹苗 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大概只輸 小輸十七八萬票 我認為他動算的機會就很高 可是你也要想 這是縣市長選舉 對 這一次的這個選舉的人是馬英九 對 馬英九可能比較強 這個洪瑜這個有好有壞 我們舉苗栗先劉振宏來講 劉振宏雖然我們在節目中 討論過他很多 對他很多做法 也不是很認同 但是 苗栗的人 有人縣長會投給劉振宏 可是他總統不一定會投給馬英九 為什麼 中青 派系 還有可能劉振宏在地方上 真的很勤勞在走動 那縣民感受到 他的服務的熱忱 但是你不要叫你沒有 雖然說他過時 要去苗栗去Holstay 可是你一個孫總統的人 你再怎麼走 你不可能加到像館長這樣 所以沒有錯 馬英九的形象 也許這個等級跟館長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 選縣長地方首長 尤其在客家地區的地方首長 他是有很多中青跟血緣 還有鄉親的 平常的親 感情的聯繫 的因素在裡面 那這一層是馬英九沒有 所以我認為是有利有弊 是 徐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 年慌的分析其實就是結構的問題 其實藍軍也是希望在桃株苗 北北七怎樣 贏60萬票 其實60萬票很簡單 他就是他希望在桃株苗贏多少 30萬 26到30萬之間 也就是維持 以前陳水扁那個狀況 因為他們認為 他們中山頭會小贏 那贏的就是中山頭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 其實藍綠陣營 其實對這個選舉是有共識 就是藍軍覺得他在南部會輸 會大輸 綠軍覺得他在北部怎樣會輸 那現在就是桃株苗區 我們前面講 還有中山頭 對 我們中山頭可能等一下可以再談 可是桃株苗區就是說 這25萬票 這26萬票 陳水扁26萬票 民進黨縣市長輸的25萬票 弘議看起來其實滿穩定的 對 就雖然是總統選舉 雖然是縣市長選舉 可是就是在這個幅度之內 弘議 其實年慌講得對 其實民進黨贏的策略其實很簡單 我輸26萬票 輸25萬票 那我如果輸到20萬票以內 或是20萬票上下 這個我就票補來了 我們現在很多人會看民調 可是你如果一個區一個區域來看 你就會覺得 這個比較準 這怎麼跟民調鬥不起來 如果馬總統已經大贏100萬票 已經選票過半了 弘議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狀況 不是這樣在討論的 什麼中張投怎樣怎樣這樣 中張投搞不好應該贏 不是贏5000票 應該贏5萬票 贏50萬票吧 對 馬總統那時候是這樣的 可是現在情況 不一樣 所以我們每個區每個區 討論起來 你就會發現 這個選情緊繃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 如果 蔡英文真的能在 這個 陶竹苗輸到25萬票以內 弘議 這本來是滿久優勢區了 大家都認為說 民進黨是扶老人政黨 可是民進黨今天推一個什麼 客家妹出來選 馬總統前幾天在陶竹苗掃的時候 說什麼 英九當選客家人出頭天 我心裡在想說 那幹嘛要你來讓客家人出頭天 你選個客家妹 客家人不就出頭天了嗎 那為什麼他執政四年 不讓客家人出頭天 我 我的意思是說 這可能 這可能要去問問吳伯雄 對啊 黨補習都不讓他做 為什麼客家人黨主席 硬要拉下來 那你當了黨主席也沒有比較好啊 雖然吳伯雄現在也在當他輔選 可是我覺得 民進黨過去 這種不要偏閩南人這個形象 其實這是有 選我 選我我讓中國人出頭天 是 來 王爺 其實這次的選議 大概有個數學公司 70-70加-30 就是南部有法度贏70萬票 北部國民黨有法度贏70萬票 加減30就是中黨頭 再加上一些原住民 跟黨部的票 所以 我們早上在說南部 就是在算有法度每到70萬票 我也要提醒我們自己 就是說 看起來樂觀的時候充滿危機 北部我電腦最近因為我小時候 我住在中立 大概住到18歲才搬走 我印象很像的 我同學也叫范姜的 但不叫姬太 我叫什麼東西 他們下課時間 全部都說客人 然後他在告訴我 我都聽得有 那個中青的感情 異名廟的祭典 是大過很多 不管你是當初的關係 你若是客人買材料 賀了人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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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人又買材料 要不然去楊梅浦馨試試看 所以中青的力量很大 那我們這次選票的比 那個對比 所謂北克四縣市的是 桃園 新竹市 新竹縣跟苗栗 馬英九頂改在北克四縣市 足足贏了65萬票 65萬票 北克四縣市是這裡嗎 對 桃園 桃園縣市 桃園縣市 叫北克四縣市 北克四縣市 馬英九在兩千空八年的 總統代算 大贏了65萬票多 贏了一倍還多1萬票 可是2004年的阿扁 那時候是輸了差不多26萬我 那到2009年 回來了 范蘭茨贏了25萬5千 我特別孤小小的大 藤園來做的 藤園很有趣耶 2004年連戰小營陳水扁10萬票 2008年 國民黨的馬英九在那裡 整整贏了31萬多票 結果到2009年 鄭文燦大家有印象 文燦也是臨時給人抓鳥 就找不到人啊 拜託你 臨危受命 苗栗派楊城鎮 桃園派鄭文燦 就是黨部的主任 黨工下鄉參選 沒有100天喔 結果他只輸不到5萬票 而他的對手是 客家大佬吳柏雄的公子 後面還有銀行耶 就只差到5萬票 對31萬票 還差5萬 那是超多萬票耶 所以 以這個數字來看 在所謂北克四縣市 民進黨進雄的時候 跟你的距離大概就是25萬票 所以馬英九已經跑掉40萬了 已經減少40萬了 因為那時候贏了65萬 對…65萬 降到25萬就早40萬了 這早40萬的時候 如果再倒一遍 那數字就更可怕了 第二 這次 蔡英文不是陳水扁 蔡英文是客家妹 我剛才說的 我們以前 我們班上有三個不是客家人 也是要聽話他們在講什麼 老師也說客威 同學也說客威 買菜也說客威 客家鄉親 對鄉親以前客人是被壓抑的 有的人出到百元其中 說我不是客家人 他也不講他是客家話 但一直到 單水扁這間的被當有客家電視 客人的為議員文化開始抬頭 所以他們對自己人 那種自己相親的意識 很貫很貫的 所以這次蔡英文 客家媒體的印象 他跟陳水扁的那種25萬票 只會拉近不會擴大 你估計 你估計 我剛才有說差不多 他數到17萬票 應該是到15萬 17萬那裡 15到17 15到17 那就拉近50萬了 就拉近50萬 所以回到我們剛才說的 數理就是說 70減70正負30 如果這邊減70那邊改成 再拿到15萬 再拿到15萬 那數字那個方程是又變化了 所以我覺得陶竹苗這次有很大的變化 就是說 為什麼鄭文蔡鄉落下去 可以差5萬票 是 他不是客家人喔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當地的政績有問題 因為航空城變空城 航空城 差一個 他對手沒力 人家搬走去 在那生的官和生的市 有新竹科學園區 這人寫俗客 新竹科學園區 他們看到莫拉克的事件 不激喜住那裡 也有一些看 所以我覺得在北克四縣市 蔡英文是大有可為 好 我 王定義王議員說 看起來陶竹苗這邊的書 差不多15至17萬票 是 那麼 連環也是說 差不多17至18萬票 許老師 你有幫我推估一下嗎 我是比較難 因為我對那個地區不了解 可是我認為說 應該是26萬票以下 應該是20萬票左右 20萬票左右 是 好 這個給大家當參考 那麼 今年因為變數很多 因為有宋楚瑜 再來有 這個蔡英文是客家媚 那麼另外是 馬總統的政績 不理想 那等一下回來 我們再來看 那台北 雙北 因為 這個 這個前台北縣長周錫瑋 他講說 當然大顆的 胡選不理 議員 對不起 立委和馬總統 都刻意保持距離 那為什麼會這樣 等一下繼續討論 先休息 進廣告